大家都说这个时候我们要轻指数重个股 那怎么来重个股啊 重要的是有哪些方向 来跟一辉老师来聊一聊 好的 感谢我们的佳琪啊 其实我并不认为今天整个的市场是属于弱势震荡 而是一个什么 强势震荡反弹 那么这个强势震荡反弹 我认为触发点是在于今天早上9点半公布的10月份的TMA数据 多少呢 50%50.1 因为在前期整体而言的话 我们看到相对的市场 尤其是从今年的7月份吧 好像是7月份以及从5月份吧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的高点就是5月份 也就是5月21号之后 整体市场其实是什么 数据相对的一天比一天差 一个月比一天一个月差 那整个市场形成了两大块是什么 弱预期弱现实 对不对 那所谓的弱预期是什么 整体而言经济数据弱 以及整个市场我们看到海外 整个天天创出历史新高 我们被什么 牛市包围了 对吧 我们看到只有我们大A是绿的 其他全是红的 而且天天看到日经指数 印度美国三大股指天天历史新高 为什么 当时我们受制于整个的经济数据不佳 以及整个市场的焦头不活跃 还有外资 对于我们这块相对而言 我们所说的还是一个尽流出的状态 以及我们这边的公墓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ETF基金赎回潮 对不对 所以说整个市场可以说是死水一滩 那么重心是持续下行的 这里面最关键的核心是什么 我们的经济这一块是属于什么 弱修复期或者是从官方的定调 当时也叫什么通缩 对不对 那么好 数据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的情况下 那又是通缩 又是相对而言我们所说的失灵这种就业率也并不佳 所以导致了市场在这个位置 海外市场美联储也没降期 那真正的转折就是刚才我们一代强调 近期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是在美联储降期之后 我们这边9月24号会议直接改变了市场的一致性预期 那改变一致性预期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这一部轮行情是政策导向的牛市性行情 或者叫政策牛 但数据还是需要的是什么 逐渐的改善 那么之前是什么 弱预期弱现实 好了 政策改善的是什么 改善的叫强预期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那强预期那到底现实是什么 现实就是要体现在你的经济数据 那经济数据 今天我们看到10月份 PMI数据50.0.1 50.1 说明什么扩张区间 还记得我们在前期多次强谈过 我们整体经济的三驾马车 好 投资端 还有什么 消费端 还有出口端 好 那消费端相对的 我们是通俗 我们相对而言比较弱 对不对 这七七二 我们整体的出口9月份多少 2.4% 也没有达到5.0%以上的增速 那我们现在要放在的什么 是投资 为什么我们要有财政政策 因为整体我们的房地产的销售 其实从9月份开始 逐渐有一定的回暖 但是还并不是主打 对不对 那么基建投资相对比较弱 所以说用财政政策来促使基建投资 那好了 制造业投资 在目前我们看通 从数据上就已经扩张区间 所以说来讲话 现在既是什么强预期 也是什么强现实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这是今天整个改善市场的关键的核心 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形成一个放量上涨 或者说放量扑涨的关键的核心 而不在于今天的指数 哎呀 仅仅市场目前涨了七个点 那好了 也就一页账目 那这种一页账目 我们所说的 今天主要牵制于上证指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相对表现比较弱的是什么 还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一些权重 比如说酿酒板块 对不对 酿酒在这个位置相对的表现比较弱 还有像保险 传播 也就是这些高股息的 尤其是什么煤炭 对吧 按正常我们昨天还讨论的是什么 所谓的东炒煤下炒地 你看银行也是一样的 石油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会发现 传统型的这些行业 相对的表现就不佳了 但是你反观创业板纸 对不对 昨天我们还探到创业板纸 你看今天创业板纸上张 百分之七点零六 那会不会跟昨天六部委 关于什么新能源这块的 一些利好消息 包括新材料 这块的利好消息 所带来的一些形成的上行 有这种概率 但是整个的市场 你会发现 预期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种预期 我们看到的是两点 第一点 以房地产为数的上中下游 什么意思 也就是在10月8号 要官宣 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2024年的债务 对吧 这个人大会 最后定调了 那现在还有这种预期 房地产这块马上要创出 这个新高了 跟大家讲 但这里面房地产也有什么 很多的一些个股都创出 近期的新高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这是第一个 房地产的上中下游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上游是什么 建材啊 包括钢铁啊 这都是实际上游 那下游是什么 家居用铁啊 家用电器啊 这是不是也是和房地产 这块的所谓的财政政策 具体的数字有关系啊 这是其二 我们刚才陆维老师也讲到过 IT可思源 近期还是属于群国乱舞 好像你会发现是什么 业绩好的就不涨 业绩差的就蹭蹭天天往上涨 就是狂飙 现在还记得吗 我们在前两天重点强调 什么呢 就是撑死胆大的 饿死倒小的 你现在这个位置 你敢空仓 那对不起了 您不明白这个阶段 是什么阶段 这个行情是什么行情 这个行情 我们在这两天 重点强调的是什么 一定要注意看一下 第一阶段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咱们导播老师 可以给我切一下 第一阶段是以什么 是以房地产 是以证券为首的 整体带动了 什么市场的空间 拉起来了 然后把交 咱们所说的接力棒 交给谁了 首先交给了 北镇五菱 我们看到 先创出了 10月8号的新高 和历史新高 这其包括微盘股 看没看到 发现没有 他昨天也 也前天也创出了 历史新高 也就是突破了 10月8号的高点 那么现在我们不能 光看指数 你看指数微涨 0.23% 刚才我们的家新闻说 那我们怎么选股 不是轻指数 重个股吗 好 您就看中正一千 对不对 这些中小盘个股 咱们仔继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大涨了 1.5% 看一下重新 是不是上移了 接近于前期的 10月8号的高点了 包括什么 国正两千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所以说市场 在这个位置 我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不是来看指数的 涨跌的 对不对 导播老师帮我切一下 我们是来看什么的 是我们是来看 这个直播 能不能给我一些什么 一些方向的指引 我们给大家的方向指引 是什么 以中小盘个股为主 以小盘价值 小盘成长 包括核资源 对不对 包括现在重组 你看今天 证券的上涨 我更认为是在于 一个是 整个券商的三级报的业绩 亮眼 这其二 近期不是一直在谈什么 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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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先说这个重组的是谁 从去年开始 就说券商的合并 券商的重组 对不对 所以说来讲的话 你看今天其实 之前的两个核心 一个是房地产 一个证券 今天分别出现了什么 相对的涨停潮 对吧 房地产是实质涨停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证券 今天是三家涨停 那么主要带动的是什么 是元器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那元器件代表的是什么 是不是新材料啊 或者说代表的是一些 新兴科技啊 等等的未来的产业 这个我们要关注一下 所以说市场在这个位置 这不是说指数的一个位置 震荡没有赚钱 效应是错的 指数在这个位置 我再次强调一下 目前的行情 主要就是让一些公募 游资私募赚钱 散户在这个位置 赚的是什么钱 一般情况下 赚的是共识的钱 什么叫共识的钱 来政策了都涨了 因为都是买涨不买低 你看昨天一跌 一震荡 多少人说完了 要回补缺口了 对不对 那我就说回调是进场点 我们为什么不敢满仓重仓 包括昨天我意大强调 什么呢 您能接受 咱们导播老师帮我切一下 您能接受在9月20几号 包括9月30号这一天涨8% 您也能坦然接受 10月8号上证指数敢涨停开盘 您就接受不了指数 这两天的震荡还不到1%的区间 我其实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清楚了 所以说 导播老师帮我切一下 所以说综合而言 我再次重复一下我的观点 震荡反而是进场点 反而是买点 或者是就是干 仓位 我们一直是满仓交易 对吧 这是其二 我们的方向是什么 中小盘个股成长类 赛道类 科技类AI应用类为主的 这是第二 第三点 市场在这个位置政策不止 行情不休 第三点 第四点 目前增量 增量就说明什么 有新增资金在这个位置 以作为主 不要光看指数了